昨天由中国中车承担研制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中国时速600公里高速磁浮交通系统在青岛成功下线 标志着中国掌握了高速磁浮成套技术和工程化能力 据了解时速600公里高速磁浮是当前可实现的速度最快的地面交通工具 下一步中国将研究推进高速磁浮通道布局和试验线路建设